JSM 2016 1B 第十題 這題兩個是帶電的小球 各個質量是m, 電量是1乘10-6mL 用一條5cm的繩子拉著 達至平衡狀態 同學,你會見到為什麼這樣壓開呢? 其中它們一定是兩個帶著相同的電荷 它們兩個才有互相排斥 我們稱這個力為靜電力 稱這個力為靜電力 而計這個靜電力的時候 通常同學犯的錯誤 首先靜電力是兩個帶電荷之間 互相排斥力 擂可用Q1-Q2除以4Yr 通常同學這題如何錯呢? 等來1乘10-6-地乘 berg 再來用來改裝 是3.60牛頓 在部分3位是5 角度對邊原本是2.5 但两个小球之间的距离应该是5.0.05米 B部分要求计小球的质量 这里需要画隔离体图 其实小球所知可以达到胸中 其实有三个力在上高 第一,跟铁绳的张力和垂直形成30度 另外,它有重力和正电力 正重力加起来就是向这个方向 刚好和T是Ecoenopause 即是方向相反而两直相同 它才会平衡到 所以如果用几何的角度去看 就好比三角形的斜边就是T 这个就是30度 这个就是W 下面这条边就是刚才讲的静电力 因为刚才是计算了静电力出来 而要知道重量 即是说知静电力而知而想求重量 合适的方法就是用Tangent 30度 就是刚才计算的静电力 Tangent 30度 刚才计算的静电力去除重量 所以其实刚才计算的静电力就是3.60 而这个就是M乘以9.81 接着是Tangent 30度 接着按完计算机出来之后 就会按到M应该是0.635kg 接着最后了 这题是表现得一般的 就是如果其中一个小球 将其中一个小球摘了地区 你就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就是摘了地区之后的 我们必须要答到什么点才叫做成功呢 首先第一 其实会因为摘地的缘故 而变成终性 而变成终性 这个是第一 就是其中一个小球不带电 好了 接着第二个部分 就是其中一个带电 这个其实是没有的 它只不过是将负和正扯开了 但其实拉云来计算 它是正和负刚刚抵消的 那这些我们就一定要答到是这样 一件中性的东西 一件中性的东西 因为产生了感生电磕 它这个负这边和正这边的力 就会大于 就是F1 就会大于 这个正的电 和这些正的电的排斥力 因为负的电是比较近 它 甘生电磕的负这边是比较近 这些正电 甘生电磕的正那边是比较远 所以F1大于F2的时候 这个正力就不是零了 就是整体的正力是向 对于这个物件来说 是正力吸向这边 而同样因为作为一个作用力 反作用力 它们就会由互相排斥 变成短期地的互相吸引 这样一定要搭到感生电磕 而因为整体来说 是出现一种吸引力 所以就会吸引 好了 当吸引之后 我们的第三点 第三点就会出现分享 sharing 而是变成 即是说 原本只是属于 这个球上高 它有六粒正电磕 它就是 跟刚刚抵消 就会变成 变成 电磕完之后 就会割成 各带三粒正电磕 这个叫 但它们又带回相同的电磕之后 其实它们也会互相排斥 但是 力就会比刚才 是小了 所以第三分 就一定要 搞到分享 而是变成 带light charge 相同电磕 而互相排斥 而互相排斥